这两天本来有所好转的A股又陷入低迷 7月6日三大指数齐齐下跌 上证指数跌0.54% 深城指下跌0.55% 创业板下跌0.91% 比A股更惨的是港股 今天恒生指数大跌3.02% 逼近今年单日最大跌幅 而港股与A股今天较为明显的特点是 银行板块双双成压 背后的主因是高盛的一份看空报告 7月5日高盛发了一个100多页的 中国银行业股票评级报告 将工行农行交行等全部降到卖出评级 中行招行为持有 建议买入的只剩4家银行 而且写这份报告的并不是外行 该报告的署名作者杨硕 是高盛中国的银行业分析师 执行董事职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在中国前银监会工作 后前往高盛任职 负责中国金融政策 金融稳定和市场流动性等行业研究 属于是对口的专家 而高盛对中国银行业的看空逻辑 主要是他们认为 地方债展期与降低利率 会导致银行可预见的利润下降 同时 地方债的展期 导致银行波被增加 影响账面利润 上述对利润的影响 进而会造成银行的股息率有所下降 分红不达预期 这个逻辑当然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 在中国 长期以来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合谋 承担了财政投资的职责 这与市场化投资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不像市场化投资那样 受到资本回报率的约束 更直白地讲 就是这种投资 是可以亏损的 而且 大概率 就是要亏损的 以金融型财政知识 从2008年就开始普遍出现 到如今已经15年了 在当前 银行已经成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最大债权人 可以看作是最大的庄家 就像股市里一样 一旦庄家掌控不住形势时 并不能像小散那样迅速撤离 只有硬扛 所以 中国的金融机构 尤其是银行 早都已经与地方融资平台 生死与共了 但是 中国的银行 其实并不那么担心 地方平台的债务重组 比如延长债务期限 下调债务利率等等 这些都不足以影响银行的生存 甚至都未必能明显影响银行的利润 因为在另一端 银行的负债成本 尤其是存款成本 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 它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从不断下调的存款利率 就可以知道 如果长期来看 最终承担了所有代价的 只可能是储户 而当前 银行最担心出现的 其实是囚徒困境 也即是 由于不同的银行之间 没有协调机制 每家银行 都希望自己抽离 让其他银行顶着 当大家都这样干的时候 成头的再融资无法持续 只能任由债务爆雷 在西方的金融体系中 特别容易出现囚徒困境 而在中国 包括银行等重要的金融机构 全都是国有资本主导 他们在更上层的意志影响下 互相协调 有的甚至不会逃离 而是更进一步 所以 就不太容易出现囚徒困境 这也是中国的成头信仰 能够长久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成头 即便是在房地产如此低迷的情况下 也还能够苦苦支撑到现在 也许有人会说 国有大行出手旧成头债的传闻 已经被否定了 目前 尽管国内一再表示 对于国企地方债 都是不斗底的 但这是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不会斗底 如果真有很大风险 触及整个国家金融稳定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地方和中央 虽然是上下层级 但从开始 就存在着博弈关系 很多时候 存在各种博弈手段 谁家孩子谁来报的基本原则是 必须要让地方尽可能地发挥 解决债务问题的积极性 最大化的 去努力解决债务 应当是一个前提 而一些债务压力较大 且财政异常困难的地区 也会不断向上面哭穷 形成倒逼之势 如贵州云南湖南等 这类地区的最终解决原则 可能是仅满足基本财政运行的要求 其他方面 通过重组或重整的方式解决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这个底层逻辑 目前看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的确 高盛的观点很有道理 但是这些观点 不至于对于当前银行股价 产生根本影响 因为高盛提到的这些事情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长期存在 而且早已成为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常识 按道理 应该早就体现在银行的股价当中了 要不然 中国的银行 有这么高的股息率 为何股价长期以来还会普遍都低于净资产呢 而且地方债这个雷何时汇报 汇以何种形式报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对于高盛的态度也不用特别在意 市场不也调侃过吗 高盛反买 别墅靠海 比如高盛去年对原油的判断 他们认为可能会涨到150美元一桶 再比如去年年初 以高盛为代表的外资机构 不断地唱多中国 在全球市场集体掀起了高潮 结果喊话之后 就是转折 随后中概股被美国证监会针对 所有中概股全部暴跌 而以高盛为代表的机构 率先跑路 中概股直接用脸着地 跌幅普遍在80%以上 最终唱多变成了围剿 绞杀了所有接盘中概股的人 而现在 在市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 高盛又开始唱衰银行 很难不让人怀疑 他究竟真是看空 还是另有所图 毕竟国内市场喜欢炒作小作文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 而且屡是不爽 可以这样说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基本每天都有假新闻 不久前 说是要全面放松楼市限购 昨天是 国有大行 要给地方长期低息贷款 今天又开始传闻 荷兰要给中国卖光客机 很多一眼就离谱的新闻 往往在市场 能大幅度炒作 还有胡锡进 每天收益与否 都能登上微博热搜 全网关注一个 外行炒股的盛况 对于当前的股市 最大的问题 就是市场情绪 股市的炒作风格 越来越偏向于概念短线 基本面投资 最近两年 已经完全消失 而外部环境 也对A股影响严重 A股重新跟跌不跟涨 本来经历了一年多的下跌 A股已经几乎走出了自己的行情 但是近期 又出现了 受国外明显影响的趋势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就是外汇 美联储 再次释放鹰派发言 下月加息 几乎成为必然 这就导致人民币 持续贬值 进而引发市场 对资本出逃的担忧 又导致股市不稳 人民币贬值 再叠加中方 对部分原材料进行管制 国际局势突然间又恶劣起来 为后市增加了新的变数 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 当前A股的局势 就是不稳 无论是基本面与局势 还是投资氛围 都是不稳定的 随时可能急转直下 或是翻转向上 只差有人推一把 此外 今天还要再说一件事 那就是歌手李文 因抑郁症 在家中轻生 于7月5日 与世长辞 惋惜之余 大家都很惊讶 他事业成功 有无数个经典的作品 有什么好抑郁的 一代天后超级明星 怎么说不想活就不活了 自抑郁症进入大众事业 这样的论调 就不曾停止过 有太多人无法理解 抑郁症 本质是一种顽疾 我们不会对被刀切断手指的人说 想开一点就好 而是让他尽快就医 我们也不会对患癌的人说 想开点 只是癌症而已 但当抑郁症患者自我诉说时 却会听到无数句 不要胡思乱想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要知道 抑郁不分人 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富豪 还是频繁的普通人 都有患上抑郁症的可能 所以 抑郁症的成因 至今是个谜 虽有大致几类成因 比如情感之苦 理想之错 育人之恶 身患疾病 但这只是 其中已知的一部分而已 还有一部分 是未知的 治疗药物 也多种多样 谁知哪个有效 至今仍靠运气 而随着经济下滑的压力加大 抑郁症 将会是一个 明显的社会问题 所以 人们需要有一定的共识 至少要把它当作一种 需要送医的疾病 一种需要认真治疗 持续时间长 具有一定死亡率的疾病 映射到 无数个日常生活 我们也许对自己和他人 都能多一点理解 少一句苛责 多一瞬关心 少一刻嫌弃 我们体会不到他人的情绪 难以感受他人的灾难 也难免互相轻视 互相攻击 攀比财富 甚至攀比苦难 但也许 我们可以尝试放下那些建构 以成相待 哪怕社会 只是多了那么一丝温暖 我们可以尝试放下来 第二天的灾难 我们可以尝试放下来 我们可以尝试放下来 感谢观看